春空野米 四山霞飞 谁也夺不去的春天来临了 我们是否也该放下手中的工作 略微抽出一点时间出去 感受一下你那老腰老腿的存在 我算是一个两界分化比较严重的人 Jek三天不出门 风可出门不着家 每次到了喜欢的风景停泊 我是必定会来点小曲 升华一下场景 Boss Flex 小巨蛋 隶数Sundalink家族 Boss 无需多言 但如果Sundalink你陌生的话 想必迷你和大小水壶 你肯定听过 他们都属于这个系列 一共三个颜色 我手中的是白色 包装比较简洁 两本不用看系列 以及一个Type-C数据线 再就是小巨蛋本体 初上手第一感觉 580克的重量 弧度贴合设计 非常符合手掌握持 刚制网罩 周边配上柔软舒适的 类肤质硅胶 做工扎实的拉绳 低调内敛不炫耀 却在每一个细节不将就 这就是小巨蛋给我的第一印象 好了 别在室内要造型了 出来吧你 根据我在室外使用的音箱痛点 我总结为以下几点 随遇而安 结实耐造 可扩展性 防水防尘 首先第一点 出门在外各种情况不好预料 不可能给你非常合适的放置场景 至少无论怎样的放置方法 你的音质至少都不能有损 而小巨蛋打造了一个 无死角音频声场 采用了这个技术 无论你是平放 直立 甚至是倾斜 或者是行走的时候 悬挂在背包上 音箱来回转 它的音质临场感 依旧不会减弱 所以在外面随手一放 还是不用担心音质 给你的形成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当然想要做到随遇而安的感觉 可不仅仅只有这些 作为一个电量焦虑症的人 对于户外的音箱 续航也很重要 每次开机会语音波波电量 测试一下 在户外上午5小时 下午3小时 晚上又在室内用了4个小时 音量基本在30到50左右 平均续航差不多在12小时左右 保证你一天的输出需求 是没有任何问题 在音质听感方面 不愧是Bose 它还有特质的全频段扬声器 和两个被动震膜 听感非常清晰有力 层次比较丰富 这个小体积低音 可以做到垂垂倒入不容易 在户外 声音普遍都在50%以上 低音的力量依旧比较浑厚 但是因为体积有限 音量在70以上 还是明显能听出中高频 因为低频的介入 而导致的浑响 流氓闷一些 在成功配对结束之后 每次联机 只需要点击一下电源键 开机后自动匹配 非常的快 而且也支持免提通话 测试了一下 在户外基本10米左右 联接还是相对稳定的 以上的加持 我相信能够让你在安稳便捷的户外 度过一段不错的时光 其次 针对一款户外产品 不管是什么 首先就要做到耐造结实 IP67防水防尘 应该是同级别里面 最高的防护标准了 在这里再科普一下 I代表固体密度 P代表液体密度 达到6级别的固体密度 表示了它完全可以埋在沙子里 依旧没有问题 这让我一个海边的土著 真的是刚需 而液体密度防护等级 基本可以在1米的水深下 半小时 这次还有一个自我虚命模式 它掉在水里 居然可以自动浮到水面 避免了提空回家的尴尬 这次表面用的是钢制网罩 毕竟白色带齐 我比较心疼 所以电脑部测试了一下 这硬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平时在外 磕磕碰碰 基本不会形变了 在嘈杂的环境 或者是多场景开party 如果给音质做加法 就需要串联模式了 也很容易 只需要配合Boss Connect app 就可以同时连接多态熊巨带 使用立体声模式 或者是派对模式 可以让你的临场感 更加的生动立体 个人觉得户外音箱 会再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通过实际使用下来小巨带 它解决了我之前 一些痛点的问题 不仅仅是耐造 音质有保障 主要是它并没有 因为主打户外 而把外表设计得非常壮实 依旧有着不错的设计 即使不在户外 平时放在家里 和我桌面上这些白色的朋友 也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新技术的加持 让我不管什么场景 只要能让它在我身边 就能随时随地 享受纯粹的音质 希望小巨带 能让接下来的春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